你好 你好 花哥好 我是这样的 我是新买了房子在耳湾 后院了现在在做landsgiving 那个妈妈了就想在后院种果树 那我到了Home Depot啊 那个果树都很烂 而且呢 它没有金菊啊 这些东西 我想问问花哥 有没有推荐了苗圃 可以去买的 我的这个果树就是又好又又又又又 就是好的果树卖的苗圃 就是我也不住高端的这种果树 就是一棵金菊树一棵柠檬树 好的 好 那么花哥已经被我们请回线上来了 花哥麻烦帮忙回答一下 谈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问题 很高兴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先要纠正一下 我们不能说Home Depot啊 卖东西卖的果树不好 其实他们卖果树卖的绝对比华人的亚洲的苗圃多 他们是全国连锁的店 所以有时候是因为这果树 他们把你摆很久了 好的都被人家买掉 剩下比较不好的 有可能是他碰到不好的 听着朋友讲这个要荆棘 那没有错荆棘的Home Depot有在卖 但是卖叫做拿嘎米是那种日本的 就是外皮田那面酸的荆棘 Home Depot有在卖 树也蛮漂亮 而且价格也合到底是有在卖 如果你要是那种荆棘的Home Depot是有 露食这些美国的卖场是有 但如果你要华人的田津棘的话 那你就田津棘的意思就是外皮田 肉也是田 那就可能就要去亚洲人华人的苗圃买 那你去找一找都可以找到这些苗圃 那你刚刚也提到柠檬 柠檬树说老实话也是Home Depot有在卖 但是因为柠檬树是柑橘类 柑橘类现在全家都都有这种黄龙病的担忧 所以百分之八九十的区域都不准卖柑橘类 柠檬类的树你要找一找 所以当然去在非疫区的Home Depot 肉食或者是华人的苗圃可以找到柠檬树 一定可以找得到 但是很不幸就是百分之八十九十 尤其在南加州都已经是黄农病的疫区 所以你要去花点时间去找一找 上网去LA County的那个农业局 他会跟你讲哪一区是疫区哪一区不是疫区 那我可以很快的跟你讲 像Sandimas就不是疫区 Fontana也不是疫区 去那边的Home Depot 肉食可以找到柠檬树可以找得到 那刚才的荆棘树也是一样可以找得到 但是你要填荆棘树再讲一遍 你需要去亚洲人华人的苗圃 苗圃才买得到田荆棘树 那普通的外田内山的荆棘树 那是一般的Home Depot也买得到 我上个月还看到好几个都不错 好我希望这样能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谢谢花哥您的回答 我想帮他问一句 就是说他去看的话什么样的金橘树 看着算是比较好的 就绿油油的吗还是什么有潜力的 其实像荆棘树这种我今年也替朋友买了好几只颗 因为我知道哪个都华人喜欢荆棘树 那基本上这个苗圃出来的荆棘树都是蛮小颗的 它种了五加热的盆子 但是差不多就一尺一尺半高都是小颗 但基本上它苗圃都种的很好 上面都已经结了二三十一三四十米的小田荆棘树 那就不错 那说老实话去Home Depot 肉食这种大卖场或任何华人亚洲人的苗圃 你去选 你不懂的话这些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帮你挑选 他不会故意把不好的卖 是是是这个我相信 我们用common sense来讲说 我个人会选任何果汁 我选那个枝条比较粗的土干比较粗的那比较好 就是叶子稍微少一点 但土干粗它将来 叶子会多 所以潜力会长得会比较好 那从幼小就长得粗粗壮壮 那将来这个果树会比较好 有时候不要摊的小颗树干 要上面要多几个果实 那倒是不一定需要 我请问 树干主干比较粗 去找主干比较粗 那树形比较好 它从小树形就好 让它长大树就会很好看的 底子好那就是 对吧 是是是 好的 非常感谢华哥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 好的谢谢 您继续跳舞吧不好意思把你从跳舞当中叫出来 好的好的话 好